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美國總統拜登在下星期 9號和10號 召集了110個國家的領袖 舉行民主峰會 當然是在視像上舉行 獨欠中國大陸 俄羅斯等國家 而且邀請台灣參加 中國當然是 很生氣 生氣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 為什麼會邀請台灣參加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外交部已經戰狼地回應了 你生氣就是 邀請民主國家參加竟然沒有邀請中國 中國也是民主國家 人大代表的制度 人類獨創 於是需要反擊 在這個問題上邀請台灣 干涉中國內政 說中國不是民主國家 污衊中國 於是用很多不同的途徑 昨天在北京 有中國公共外交協會 舉辦了中外學者談民主的對話會 我覺得這篇文章 對話內容 看完之後 大家覺得很開心 很有樂趣 所以在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外交部的副部長 駱玉成出席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中國的民主 全個過程是人民民主 不是少數人的民主 不是利益集團的民主 而是多數人全體人民的民主 不是搞花架子形式上的民主 是真正讓老百姓得到幸福 為民生的民主 不是在投票時候被喚醒 投票之後就休眠的民主 而是人民充分有知情權 表達權 監督權 全鏈條 一串 參與的民主 你知道中國寫這些文章寫得很厲害的很漂亮的 然後他就說 中國的民主 符合基本國情 受到人民擁護的是真正的民主 管容的民主 成功的民主 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 對於國際社會長期批評中國違反人權 即使中國共產黨得到絕大多數中國民眾的支持和擁護 中國 被視為 不講民主沒有人權的國家 這就刻刻暴露了這些人的陰暗心理和不可告人的圖謀 把這個民主當作打壓意見的工具 壓制別國發展的紡紙 就批評拜登召開這個民主峰會 他就說 劉洛城就說 個別國家以民主領袖自居召集什麼民主峰會 對各國民主制度說三道四 指手滑腳 民主峰會是什麼 是假民主之名 行反民主之實的做法 對國際社會團結合作 沒有任何好處 對世界發展 也不會有任何的比憶 其實這個 座談會中國是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 其實就是 反制 美國搞了民主峰會 竟然不邀請 我國參與 邀請台灣去參與 是一個 可以叫做一個民宣 是一個大外宣 洛城這番說話其實不是新鮮事 中國最高權力的領導人習大大 亦曾經在 沒多久之前 說過類似的說話 是一個 中央人大工作會議 他跟駱肉成說話根本是根據口水尾 都說在中國包括香港 這件事很重要 你想飛煌騰達 你想步步高升 你在公開場合說話 就一定要跟足領導人 連一字一句都要抄到足 那你就有運行 那你就叫做充分 領悟或者體現到這個中央精神 不過香港的官員 突然批判這個躺平主義 大佬過了時間了 大佬現在都不說了 你又突然批判 原因是什麼 遲到好過無道 都說一下 就等於我緊跟中央 現在這個駱肉成的說法 其實都是一樣 都是緊跟中央的做法 什麼字眼是一樣呢 我就找回 習大大講法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人大代表制度是符合中國國情 和實際 經常都說國情 體現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 保證人民當家作主 保障 實現中華人民 民族偉大復興的好制度 習近平說 要看權力運行規則 和程序是否民主 更要看 這個權力 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監督和制約 如果人民 在投票時候被緩醒 投票之後做進入休眠期 競選的時候 就說到天花亂聚的口號 這個競選之後就毫無發言權 拉票的時候就受重 選舉之後就受到冷落 這個民主 不是真正的民主 大家 有沒有留意駱肉成的說法和習近平 說法幾乎一模一樣 說休緣期 投票時候被緩醒 一定要 跟蹤令人寫稿的人 那個 技巧 要拿令人的 key message 主要訊息 或者 一些 很重要的名詞 休眠期 被緩醒 寫下去 就萬無一失 政治上絕對 不會錯 排對 習近平當時有這樣說 民主是各個人民的權利 而不是少少國家的專利 這個國家是不是民主 應該由這個國家人民來評判 判斷 來評判 而不是由外部少數人 去指手劃國來評判 國際社會哪些國家不是民主的 應該由國際社會共同來評價 不應該由自以為少數國家來評斷 這個就是講美國 實現民主有多種方式 不能夠千篇一律 用單一把尺來衡量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 用單調眼光去審視人類五彩繽紛的政治文明 本身就是不民主 這個講法無論是習近平的講法 羅玉成的講法 與其你說大外宣 向世界的 各國的領袖也好人民也好 去宣傳中國這個人大代表制度的優越性 如何民主 與其這樣說不如這個真是大內宣 是說給自己的人聽 無論是羅玉成 無論是習近平 我為何會說他大內宣 其實很簡單 當世界上 拜登請過110個國家 他稱為民主國家的領袖 或者地區的領袖 參加這個峰會 他們有一套衡量民主的標準 國際上的 政治學者這個標準很清楚 如何衡量民主的標準 第一 當然是有投票制度 投票制度很重要 即是無論你是國會也好 國家的管治者包括總統 或者總理之類 無論你行這個總統制或者 行議會制 都有 定期的選舉制度 是有權力的更替制度 這個很重要 你不可以這個領袖可以長期做下去 不可以一個政黨是長期執政 有權力更替的制度 有選舉的制度 有定期選舉的制度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民主的指標 第二 是有 多黨制 是有在野黨 有反對黨 亦有執政黨 你不可以長期一個政黨去執政 是有 定期選舉 是有權力更替 是有政黨的更替 這個是 民主制度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標準 你說 中國是否民主 當無論你 國家的領導人 黨的領導人 或者是外交部 說到如何天花亂聚也好 在外國的人民 心目中人家已經行之有效 有些行了以百年計的 這個民主的制度 當然經過非常艱辛 亦有某程度是很血腥的 是打回來的 無論是美國 獨立戰爭也好 或者英國 需要用這個 搞到君主立憲 雖然相對是比較和平 但是經過很多 很多的鬥爭 很多複雜的程序 最後 變成今天這個局面 你說是民主是否一個好制度 民主是不是好東西呢 在西方世界中已經說了 民主不是好制度 民主不是好制度 不過 沒有一個制度比民主好 民主的制度有很多個缺失 我在這裡也看到 很多吵鬧 亦有時會有很多吵鬧鬧的情況出現 效率不是很高 但 民主制度 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不會一錯到底 這點是很重要的 有政策 你可以反覆 說完之後 發覺有錯 是經過民主的程序 經過輿論監督的程序 經過制衡的程序 是會改的 在英國經常出現的 民主未必一定是出來的 結果 效果是最好的 不過 民主制度 你錯是可以 扭轉過來的 相反地 那些國家 只有 一人專政的國家 例如在中國 毛澤東時代 他錯完又錯 反右的時候錯 大躍進的時候錯 錯完之後 他不會下台的 經過一個 天翻地覆的權力鬥爭 文化大革命 他們繼續掌權 是越錯越離譜的 這個就是 獨裁制度的 一個最大的問題 可以以千計的人死亡 是非正常情況下死亡 當你說 其他國家如何壓迫 少數民族 例如 無論是英國也好 加拿大也好 發現到 那些 少數的 族裔 例如在加拿大 一些 我們叫做土著 原住民 受到迫害 年輕人 那些小孩受到迫害 又或者英國 甚至未婚媽媽 甲橫生了出來 要強迫你 把小朋友 去別的家庭修養等等 是 違反人權 但是被揭發出來之後 那個政府是會 道歉 賠償 出來認錯 認完一次又一次 這個是民主制度 制衡制度的可貴 那個不是天堂 來的 所以 無論你 習大大也好 外交部副部長說這番 我相信在外國不要說 讀過書的人 或者是那些政治人物 是不會相信這些 這樣的說法 即使一般的平民百姓 都會笑你 我幾年就有一次投票了 又可以換領導人 是吧 罵這些人 我都不會有任何危險 你告訴我 你那個國家才是很民主 你這個國家才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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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代表制度是人類的創舉 那你就厲害到夠 你就當之無愧到夠 關我什麼事 所以這番說話是 說給自己人聽 怎麼說給自己人聽呢 因為中國的資訊相對比較閉塞 當人們在奴吵的時候 我們沒有民主 幹部 欺凌百姓 我們求助募滿 於是 這些領導人就告訴中國人 不是 我們最幸福 我們是全世界最民主的國家 我們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 你看人家有多嚴重 這個又有種族歧視 又受到壓迫 警察又有暴力 又違反人權 連民主他們都不行 投票的時候就很熱情 受寵 投完票之後就受到冷落 投票的時候就被換成 投完票之後就進入休眠期 我們又不一樣 我們比他們好千百倍 我們全世界最好的民主制度 第一用這個表情 他告訴自己人 自己人是有時候會相信的 因為他對於外面的理解真的很不同 比如說種族歧視 你們來到英國就死了 隨時種族歧視就在街上抓著你們去打 很嚴重的 小數族又有黑人 會打死你 所以在倫敦 搞一個 反種族歧視 反歧視 亞裔的集會 其實 所謂種族歧視反歧視亞裔 其實就是 說這群人反共反華 說西方國家 反共反華就等於 歧視中國人 歧視亞裔 這是大內孫 告訴中國人 外國是很危險的 是會被人歧視的 隨時在街上被人打死 治安又很差 他告訴中國人 外國月亮不是完 外國比中國差很遠 是有人信 不是中國大陸的人信 香港很多人都信 在我底下留言 在我底下留言都是 隨時在街上被人打死 充滿危險的地方 我聽完之後都覺得很好笑 可能他們根本未踏足過這個地方 根本自己想像 憑這些宣傳 得到這個結論 我記得我早個星期 說過一個 二十多歲的 在美國教英語的 教外國人 普通話的 很年輕的 一位 女士 在這段影片中說 怎樣回答 美國的民主問題 她覺得這個回答是很正的 為什麼 你們會有 批評這個美國政府 批評這個美國領導人 為什麼這個言論自由那麼重要 你們需要有這個言論自由 因為有一半人不喜歡這個美國總統 一半人投票給他 另一半人沒有投票給他 所以你就需要利用你的言論自由 去批評這個美國總統 甚至醜化這個美國總統 中國是不需要的 因為中國大部分絕大部分的人都是擁護他的領袖 當他們擁護他的領袖的時候 我們需要什麼這個言論自由呢 我們怎麼會批評他 怎麼會醜化他 因為我們愛他擁護他 同樣道理 你批評你覺得有言論自由嗎 你的投票你覺得有民主嗎 不是 我們不需要有言論自由 我們不需要有這種 選舉總統 好像外國那樣 我們的領袖的投票權 因為我們擁護這個黨 我們擁護這個領袖 我們不需要投票用投票的方法表達 我們打從心底裡擁護他 我們不是沒有投票的 原一級人民代表也有得投票的 不過那些 不是官方 屬意的人全部被禁制 不能做這個宣傳 都沒有人知道他出來選 中國人是會信的 部分香港藍絲都是信的 中國是一個當之無愧的民主國家 反正我就不信了 你呢 反正外國人都不信 中國人自己會信 好暫時談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靜有化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吃 好 哦 高雇 老闆 得